苏迪勒台风横扫台湾期间 彰化下信民众一家三口 明明就知道台风就要来了 却还是滞留在南湖大山 等到下山的时候 碰上了溪水暴涨受困 才要求救 当时警销人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将这家人给救了下山 不过这家人的行径 也引起了社会批评 而台中市现在决定 要沿拟台风天登山自治条例 将要重罚台风天登山的民众 救难人员找到受困的这家人 出动大型怪手接驳 终于让下山夫妇 11岁的女儿 还有他们养了一条狗脱困 虽然人平安无事 不过想到整个救援过程 负责调度的台中市消防局长 肖焕章直说 心情真的是天人交战 负责调度的台中市消防局长说 心里的压力实在很大 因为山上风墙雨色 就那人原冒着生命危险 上山救人 而为什么台风天这些人 还滞留山区 警方表示 一家人8月5号申请上山 原定8号要下山 不过因为手机关机 消防员连络不到 等到风雨明显了 要下山已经来不及 现在台中市长林嘉隆 想对登山客开罚 无奈却苦无法原依据 现场可以给警察单位 一定的裁决的权力 可以阻止他们上山 如果硬是上山的话 应该也要客与他们这些 救灾的经费上的支出 根据灾害防救法规定 开设灾害应变中心之后 并划设警戒范围 民众强行登山就可以处罚 不过偏偏这家三口 是在划定警戒区之前 就已经进入山区 所以无法可罚 而目前市府要研议 定立自治法规 防范类似事件 目前除了警零务局和警方 台风即拒发登山症之外 也要民众为了自己 以及救难人员的安全 多多着想一下 继合林健身奈事节 台中发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